我跑過了 直線了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八億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耶 大家好 我是柯皮 今天來到哪裏 利寶樂園的賽車場 利寶賽車場 DC博川邀請我們來參加 我第一次來耶 剛剛講的遊樂場 我也去過一次而已 我剛剛開這台去跑一跳 我敢他 不敢給我開啊 我剛剛看一下 前面沒有發動機 因為他是在後面 這是冷排 他做的超帥的 這是BC的廠車嗎 這個 我跟你講 我有去看過 他是一整排 不能排 所以在裡面而已 你們看不到 打開是這樣 從第一台到最後打完 他看不到尾巴的 很多車 這是其中的一台 這個不是玻璃 就是做壓克力 窗戶都是這樣開而已 因為怕說萬一碰撞 人才不會危險 今天來這邊幹嘛 我要來體驗上賽道 可是你要自己開車 我沒有 我不敢啦 我現在 現在還蠻快的 蠻興奮的 我今天體驗就是給人家載而已 洪宅就很開心啊 賽車我們直接下賽道來跑 看一下 對 你看 在我那個時候裝這樣 我就 欸 你裝反了 其實現在都是這樣才是正常的 今天是那個利寶賽車日 這是BC舉辦的 這是第四屆 前三屆是產商邀請的 只要有買全車鍛造的旅圈就可以受邀請 自己報名 對 所以這次很踴躍 攀家的話 自己的車下賽道 我想說我們不是旅圈 我們也沒有什麼信任的車 所以我們就今天沒有自己開車 我剛剛看了一下 很讚耶 磅 啪啪啪啪啪啪 男生嘛 看到這個就很熱情 就好像我們那次看到F1一樣 咻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教練會帶我們親自去跑賽道 這個應該是 很讚的體驗耶 你知道嗎 我們要整個宏宅看來這麼標誌 可是沒關係 人家是教練專業的 所以我們是放心的 會不會像影片看著這樣抓著 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直叫 還是我們剛去買Poca 我們 你等一下回去做嘛 體驗過後再跟你們報告一下 感覺上很刺激 我現在心跳很快 好 要來參加 馬上買一組就可以了 很漂亮耶 這兩個你要裝那個 我要裝這個 因為比較好洗 這個是百搭啦 這個要看車型的 以前我很喜歡那種 很多根 越多根越好 刷到屎 超難洗的我就不要了 你看 紅色的 非常有挑戰性的車了 這也是很好洗 可是我就不會了 因為我的車 黑色配紅色可以嗎 黑色配紅色可以嗎 好 這邊有指數 你看 17到23都有 滿足夠的 光看 小黑色也irk 好 現在然後更多 台湾伯川 戰! 我跑過了 直線了 很高興今天來這邊參加賽道日 邀請我們來參加 你們這個舉辦是多久一次 為什麼會舉辦這個 我們辦這個 VC台灣伯川旅權賽道日 主要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的話就是為了要回饋我們的 VC旅圈的愛用者 因為畢竟整個賽車文化 其實在台灣推廣還是比較低一點 即便說台灣有這麼多的改裝品 外交到全世界 但是民眾對於賽車運動的投入 其實是非常低的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賽車夢 但是就是想到我這個下賽道的錢 再加上你車子的魔號 其實會忘記卻步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讓所有安裝我們VC旅圈的愛用者 提供一個機會可以讓你免費參加 那我們一年舉辦一次 那今年呢是第四屆 請問你要怎麼去參加這個 首先喔 你一定要先裝VC旅圈 基本上你就幾乎要取得門票了 我們活動之前 所會預先在我們的臉書的本專做公告 在期限之前報名就可以了 今年來說的話差不多有120位車主 我們還提供了副駕 好跟你一起坐在車子裡面 享受賽道的極速的樂趣 然後另外呢我們有準備餐點 什麼都沒有準備 人到就好了 這我知道幹我的事了 你如果說自己來跑賽道的話 目前我們有成立一個叫 周周跑跑俱樂部 這個成立的宗旨啊 是為了要把賽車的門檻 把它降低 如果你不是我們的會員 也沒有關係 只要是在我們舉辦的場次 前一天先上報名就可以了 當天來的時候 你再根據你想要跑的時段 然後再付費就可以了 一節呢 跑滿25分鐘 費用的話是5000塊錢 如果是一般的進來要多少錢 喔 那個就不一定喔 因為台灣的這個賽車廠 它的造價成本很高 所以你如果要參加的話 你可能要付費大概一兩萬 那相對它廠上的車輛數就會比較多 我們提供一個 讓大家能夠接觸賽道 輕鬆獲得賽道體驗的一個機會 那明年呢 我們也會持續舉辦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會有一個寶藏名額 如果說你持有實體卡片 你就會有優先報名權 所以要留好 丟掉就沒囉 那未來如果有任何的活動啊 或者是抽獎啊 我們都會以 只有實體卡片的消費者為優先 好 但是感謝 謝謝啊 謝謝啊 我等一下就要去體驗了 我們今天 好 就是教練開車 我在旁邊體驗而已 下次希望我可以開車再開山啊 第一次下賽道齁 對 這邊的話叫Pittland 40公里不能超速 出發了之後呢 要小心左邊這條白線 這條白石線是分割 主賽道跟Pitt的一個區塊 所以它有一個很長的一個線路 所以呢 這邊的話我們一般會建議 有多長走多長 就全長是多長 全長的話是3.45公里 那這邊的話是理髮30長 所以它會有7層樓的高低落差 然後裡面有23個彎 那彎形的話都各有不同 這邊的彎道過去了之後 我們會全油彎 那時速大概會在100個米左右 那我們會去直接進出到下一個彎 所以像這樣看不到的 會直接殺進去就送 可能這樣會在裡面看看 當彎進來之後 很快又在做減速 要做倒退打 對 然後找到方向 然後不許出彎 那這裡是整個賽道一個流程 那在裡面的話 賽車場嘛 因為就是要做競賽 所以它會有連續彎 因為會有接下來接長直線 那的話我們就要充實 然後我們去做強力的減速進彎 那一般看到旁邊有那150 150個台子 旁邊的話就是殘噪點 你要看著那個 大概到哪裡的時候你要踩煞車 這是距離的感覺 YES 所以呢等下我們會看喔 比如說在100的時候重踩煞車 它的煞車要很重喔 前面會站著一定會出彎 進彎了之後呢 會先做重鎖 追檔 進彎 還沒有發現地上有紅白色這個 對 這個叫陸圓石 壓到的時候會有咚咚咚咚的感覺 對 兩次啊 你把賽道的骨可以湧進 出彎 或者是彎了之後 就會感覺 感受到了就不要再吹了 那現在開始上坡了 好 裝好退檔 好 還進去 喔喔喔喔喔喔 現在還沒有做 可以開始有點甩尾的感覺 有感覺 很爽 很爽喔 這一趟我們來一點速度好不好 好 拉帕要講喔 重鎖 然後用最短的速度進彎 最短的距離 我忘了跟你說 這台應該是拉力的底盤設定 所以車子會比較飄 可以這邊感受一下 要移的感覺 所以在進彎的時候 會帶著滑動進彎 可以 可以 爽欸 會滑的 大家可以帶著我們 享受到我們其他彎道裡面 去享受呢 側向的 剛剛不一定會是感覺不錯 不錯 可以喔 讚 那我們來點刺激的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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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它是用腳剎車來去做到甩尾的動作 它不只是在那邊喔 這些的問題都可以 上或下或都可以 只要帶到足夠的速度 速度過快 它都可以帶給我們 很不同的感覺 那我大概知道為什麼要不走空離了 這個會換來換去的 我覺得 可是我不知道說 沒台車的設定不一樣 像今天的話是 走哪裡的路線 很深的 所以呢 它本來就比較會有這種滑動的感覺 對 它是標準的 底毯的結構造成的 對 所以它不管是參觀還是小玩法 它的這種動作 實在會是最快的 最有效果 我怕你還會被推舉起 太快了 太快了 所以真的是 很動 所以真的就是 剛剛教練也有講嘛 自己跑它是OK 可是如果真的是很甩尾這個能力 像你們這種專業界啊 教練們怎麼甩 對 或是什麼 摩塞道對不對 對啊 但問題的安全 因為它有它的邏輯 如果是你沒有徵照那個邏輯的話 不小心啊 會有危險 OK 今天這個賽道旅程開心嗎 開心 那我們就換 太閃 太閃OK 有些人看一下 我上也行 這個我上不寫 不會啦 如果這樣輸出開 我覺得我OK啦 如果像剛剛這個真的要跟教練學一下 不會恐怖對不對 是不會 第一次 那幾個彎會覺得 呦 因為畢竟沒有跨越到這邊啊 開車我也開了二三十年 是這樣開吧 但是實際上呢 概念很簡單就是 我們會希望說 讓大家可以理解 正確的駕駛觀念是什麼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避開危險的區塊 盡量呢 讓我們跑得安全 然後跑得開心 我覺得這個是在所有的駕駛的概念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只要能夠嘗試 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就可以跑得很安全 對 而且很開心 YES 謝謝教練 現在要先問 對於賽車有沒有什麼期待 會有的刺激 OK 好 所以要又快又刺激 這邊有限速的問題 它只能40公里 那我們要先搖擺一下車子 感覺車子可以有的一個動態 會緊張的話喔 等一下在這邊揮就好了 不要碰我 我自己 欸 教練 我嚇死掉了 所以不要 就是這樣揮我就會看得到 OK 賽道可以玩得很精準 也可以呢 玩得很有趣 可以稍微做一點滑動 讓它對著這個動態 讓它對著這個動態 讓它對著彎 OK嗎 OK OK 好 怎麼這麼快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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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準備呢 上了這個溫道之後 就要放骨門 對 現在是散熱 散熱圈了 散熱圈的話呢 就是 在散導裡面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你現在散熱會 我們現在剛才速度很快吧 然後呢 我們強烈減速之後 我們的結盤溫度可能會到500度 像現在的GEO溫度都即使已經130度了 我們需要靠一些的速度 讓風裝進我們的氣霸裡面 再來去做我們散熱的部分 還不會啊 我們一停車最後結盤就到了 這超可惡的 所以未來大家如果來跑賽道的話 要記得 晚胎很重要 冷卻 也非常重要 OK 啊這個平常賽道不能這樣做啦 因為這拉力設定 讓它沒有辦法 它只能讓我們滑行路彎 所以速度一快的時候 它後面都會是超過 所以才會比人中發展 可能它正常我們在中間中發展的時候 不會有創號 所以比較不會那麼紅色 但這個就是馬來到不一樣的一種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花翼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厲害 鋼鐵碗了 感覺那個君豪教練 帶我去繞這樣 我的第一次 就獻給你了 有開心嗎 真的很開心 前兩個彎會覺得 陌生又害怕 有點緊張 教練也是很厲害 教我們大概怎麼去過彎啊 慣性飄移啊 欸我還講對 我說這個是慣性飄移 他說對 實際上喔 競技架是不是賽車嘛 它是一個很需要練習的課題 所以有時候如果像有些朋友啊 自己來一直練一直練 有時候練不好 他練很久 都會說欸那我載你一下 我們就是帶你跑一下 那這樣的話可以更有效率的 去讓這個駕駛的技能提升 自己開 以為在道路也覺得很厲害 可是下賽道之後才就欸 一直被炒車 我趕快 就要需要我們的君豪教練 教我們怎麼去開車 很簡單啊 我們有個賽車學校 叫一起玩車 對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想要一起來跟我們同樂 可以在網路上面打一起玩車 就會找到我們 或者是呢打我的名字君豪 也會在YouTube的頻道 或者是IG啦 或者是在FB裡面可以看得到我們 所以學到這個技巧 如果在一般的道路 應該還是用得到吧 我們想想看喔 在那個高速公路遇到橋接縫 我們車子突然去打滑下大雨的時候 如果說你常常在這個狀態之下駕駛 你就會習慣了 而且知道該怎麼去排除 那可以大大的增加我們在駕駛上面的安全點 幫阿呆報個名 競技駕駛的運用 把它放在一般道路上面 可以讓我們更加安全 我覺得這樣就很夠了 很重要啦 不要說別人都自己好了 我認為開了二三十點以後很厲害 老司機的又就可以衝了 殊不知那個是另外一個境界 剛剛教練有講到一個重點 自己一直開 成本會更多 輪胎可能挖了好幾百足了 甚至不小心撞到 不足乾脆直接花一筆小錢 請教練教練 手把手交一定快 又省錢 再次感謝均衡好 你這麼說完美的體驗 謝謝大家 剛剛有 剛剛有對不對 很興奮啦 對啊 下次有機會我們再來一起玩車 好 謝謝 好玩了 好玩嗎 好玩啊 我差點拿這個 大家有機會趕快來參加喔 真的很好玩耶 雖然我是在旁邊 我下車 好興奮 身上限速已經 微微的 你打我兩球都不會倒下 那感覺 有機會真的 來跑看看 體驗一下不錯 我覺得今天的體驗是成功的 不強調在馬路標車 喜歡快的話 來這邊挑戰 看你可不可以一分看幾秒 兩分以內就算很快了 因為教練邊開著還教學 其實不是說 非常的快 如果真的不講話的時候 我剛是這樣 我本來在講爪 對 他有講了一句話 我是男人耶 怎麼可以講 會怕也不能講 對 尿出來不可以講 不敢講 我煩惹很沒用 我就過了 第一次覺得我上不行了 就是這個 專業還是給專業的測試 今天體驗成功 耶 好 再次感謝一下 比奇博川 可以舉辦這個讓我們跑 他好像每周都可以跑跑活動 真的是可以來參加了 感受一下 自己的愛車 在上面奔跑那種快速的感覺 很爽啊 你看 很爽啊 可是一次不能太多車 你知道嗎 太多車會噪音太多 你喜歡記得幫我訂閱分享 看小鈴鐺喔 我可以做更多的影片 欸 所以你要去學摔摩的嗎 我等我買到車啊 對不對 我先自己要先會有車 才問他說 我這台86 它是什麼的車 怎麼帥 拓海有沒有 拓海一三八 阿蘇的車85也是可以開這麼快 那是人的關係 跟車沒有關係的 好 希望下次我可以再來 Yeah VVIP 走囉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花翼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凱莉 走我們去吃冰 看起來很厲害的 外面還有很多夾歐巴器 如果小朋友來應該很開心 我就是小朋友 YA 我要開吃了 這是什麼 花生而已 你是花生尬芝麻 YA 好 我要開動了 吃完了 開冰天有個好處 冷氣不用太多 看起來很熱的吃完 看起來很涼快 它這個 我就覺得真的蠻有特色的 我都差點想開一家了 這也是哪裡 楓園 對啊楓園 跟手機比賽 現在吃到我幾十個 那我們等一下就 可以回去了 來楓園 想吃冰的可以來嘗鮮一下 對嘗鮮一下 奇怪的話可以來這邊吃 好 OK 拜拜